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的名字 它是名字 它作者的名字 然后《孤岛恋人》是小说的名字 然后它这本小说最主要就是 要去书写这些住在岛上 被隔离的人的一些生活命运 然后也可以看出一些非常 请问医生在那边看 这个岛以前是不能够 不能上去的 就是隔绝外人上去 然后这个主角 里面的一个主角 他的宗族母都住过这个地方 然后他为了要去找他们的历史 家族的历史都跑到这个地方去 这个故事很有意思 你去看一下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这个船 靠近了这个码头 靠在码头上面 就从这边走过去 这上面现在都一些破旧的房屋 老师那天去的心情如何 我一直在想 像一些患了这种病的人 被隔离的那一种心情 那你看到每一个房间里面 现在都有编号 编号半集要编起号 那因为我在看小说的过程里面 我还看到小说上面 在里面他们有选一个领导人 那个领导人住的房子比较大间 还是一个生活的一个情境 他们还会伴生日午会 什么东西都有 其实我们有一个错误 麻风病是不会传染的 是不会传染的 但是以前我们都会 都会翻转 其实不会传染 好像是遗传的动物 所以我想说 真正男生病以后 被隔绝在一个孤岛里面 他们的心情是相当的落寞的 所以我一直在读那个小说 我读了好几遍 读了五六遍 然后一直在想说 他在数学过程里面 他们那个情感的纠葛 那里面有一个病人 嫁给医生 那个很有意思 那个医生多他很多岁 然后有一个是要结婚的钱 发现说他的麻风病就没有嫁 这里有很多故事 错综复杂 感情的故事 可以去看 朝处阮林 在史明荣纳家岛 英国作家 维多利亚西斯部落 洛普 下出古兜阮林 记录麻风拼命 都市业 专门和希望 中国是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